全国两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我不清楚 知道人大正谁吗 这些人对会嘛 明年3月份就去的会 这个我今年47岁来开了这么几十年这个两会 我们现在目前是在做医疗养老这块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医疗这块吧 防疫物资吧 还有疫苗之类的 就因为就感觉跟那个 跟防疫啊这种事情息息相关 然后疫苗的话 就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走出这个 这个现在防疫的这个局势吗 医疗教育养老 接受教育方面 支出很大 占据家庭那个花销那个氛围比较大 就医的一些体验 或者是像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保障福利之类的 从农民的九度上出发的开队 能给农民国最下的钱 最多最少随时能拿到去 最不要拖欠农民国的购资 就业医疗还有房价 就是对于我这个年龄段 就是大家都要结婚了 然后肯定会关注房价 因为像我是在读大学生嘛 还是比较关注的点在偏向这些就业呀 以及就是就业保障之类的 还有就是岗位这些薪资呀 这些方面的 物价呀菜价肉价呀 我们是家庭主妇嘛 然后再就是医疗嘛 不要看病难看病贵 医疗然后收保还有就是房价 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全国教育会议吧 提出了要大力整顿治理教育培训行业 所以对我们这个行业冲击是比较大的 我也希望能够在两会这个过程中看到这些相关的提案 个人收入房价经济走势以及防疫情况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人收入关系到我个人的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标准 房价呢是因为我作为一个95后的年轻人准备买房了 然后房价是我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疫情下边咱们这个整个金融的发展 会不会有一些政府能够那个出台一些政策 扶持一些中小小微企业这块 再有就是对于这个整个金融领域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需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等等的一系列吧 都是期盼现在把疫苗打了 打了个以后再有了这个疫情 该对防护方面上个 不用这么害怕 社会能够给我们提供各多的这些医疗岗位 能够对这些医疗卫生研究 这些条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提示 在新的一年的话 希望在新冠疫苗的全面普及的情况下 疫情能够得到很好的防控 我希望疫苗能够更快的普及供应 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我比较希望就是今天的两会能够出台一些处理医疗废物方面的方案 记得去年在疫情防护当中出现过 因为医疗废物处理不当而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的这种现象 我希望今年能够让两价菜价的这种波动得到控制 让整个两价菜价是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 想我们的疫情尽快的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